台中杀路一辆大货车疑似 刹车失灵追撞前方停等红灯的四辆车 大货车驾驶双手挫伤 而另外国道一号抖南路段一辆轿车 变换车道不当 擦撞修剪数目工程的缓撞车 紧接着一辆白色休旅车 驾驶开启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 二度追撞缓撞车 撞击的瞬间也曝光 国道上内侧一辆白色休旅车 直直追撞前方的缓撞车 车尾还一度翘起 目击的后车驾驶赶紧 见速闪避 这一转白色休旅车 车头几乎全毁 车格零件四楼一地 幸好驾驶没有受伤 站在一旁打电话 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 238.4公里 当时工程车正在进行 分割道花木修剪作业 先有一辆轿车变换车道不当 擦撞到工程车后方的缓撞车 接着白色休旅车又没注意 车前状况造成缓撞车 二度被撞 镜头转到台中杀路 向上路的长下坡 28号下午又发生追撞事故 造势的是一辆在满水的大火车 疑似刹车失灵 追撞前方停等红灯的四辆车 追撞三部自小客车及一部自小货车 造势的驾驶手部挫伤无大碍 索性追撞车货没有造成其他人员身亡 不幸中的大幸 解台龙元凌 综合不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